说起张立鹏,大家都知道他是昆仑爵的台柱子,也经常被拿了炒作,算是一位女性选手 而且在昆仑爵,他的战绩还是很不错的 拿到过昆仑爵的金刀带还有15年线的记录 说起来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但是在前段时间,自强高KO,让他的女性更是一路牵涨 不光他自己想来昆仑爵也是不好受的吧 其实张立鹏应该是并不在昆仑爵,而是在UFC 在UFC打比赛的时候,他的战绩并不是很好 按照UFC的规定,如果有三连败的战绩,那么就会被UFC开除 而张立鹏在刚两连败的时候就被开除了 可能是UFC觉得他没什么大底线的价值 于是张立鹏离开UFC转战昆仑爵 在这里也算是混得顺风射水了 一局成为昆仑爵的女性选手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昆仑爵和UFC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如果在昆仑爵里能拿到冠军 那么到了UFC就只有被吊打了会儿 像五连峰的拳王一龙虽然被炒得火热 但是实力根本不不显 如果他打UFC,说不定就是手不进去,还是出来了 有段时间,搏击界的跨界格斗貌色十分流行 当时网络上的李景亮和一龙的对战的呼声特别高 这里有人出来说,张立鹏也要叫板李景亮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多少有点大了,不不行 全民们也有留言道,还敢叫板李景亮吗 其实现今的中国选手多少有点缺失的成分 说得自己好像实力超纯的样子 但是一遇到世界级的选手就远前逼漏了 这一选手法是要用心继续的势力好好剧练 并且可以多参加一些像K1 Glory这样的世界等级的比赛 这样才会精终了解和继续的生命 也可以看清楚外全球的选手 这样才能为中国成全其的比赛